速度超过了3马赫的SR7黑鸟 会在飞行的过程中与空气摩擦产生大量的热 你来看这张图 本质上它在空中看起来就像是一块烧红了的煤炭 图上标的都是华氏温度 我们基本上不用说也没有概念 那我给你一个参考值吧 华氏550度就等于摄氏288度 你自己看看SR7身上有多少个地方是接近或者是超过这个温度的 好 那么问题就来了 它靠什么来降温 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的 因为按照道理来说 它飞行在2万米以上的高空 周围全都是温度低于零下50摄氏度的冰冷空气 那么这些冰冷的空气自然就可以帮SR7降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了吧 可事实上恰恰相反 不是飞机周围的空气在帮飞机降温 而是这家飞机在帮周围的空气降温 What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虽然SR7的表面已经高达300摄氏度了 但是跟与它接触的空气比起来呢 还是个温度更低的地方啊 这里咱们就要引入一个叫做停滞温度的概念了 它指的是流体在停滞点处的温度 也就是流体的动能完全转化为内能式的温度 停滞点是指流场中速度为0的点 例如在物体表面与流体相接触的点 在停滞点处流体的静压最大被称为停滞压力 停滞温度和停滞压力是描述流体运动状态的重要参数了 它们与流体的速度密度温度和压力有关 具体公式是这样的 好吧 谁也不会看公式的对不对 简单来说呢 就是SR7周围的空气想要跟SR7的表面接触 非得要将自己的速度变得跟SR7一致了才行嘛 而改变速度就得要做工 要做工就得产生热量嘛 在3.2马赫的速度之下呢 空气的停滞温度约为400摄氏度 几乎比上面那个图上的任何一个点都要高了 所以你看啊 靠风冷降温的发动机本质上还是不够强悍啊 既然风冷不能用了 那SR7的解决之道就变成了以下两种 第一让机身的大部分呢都处于高温状态 并用钛和不锈钢的耐热材料制成 第二从油箱开始到进入到发动机之前 为燃料设置复杂的穿过机身关键区域的管线 靠流动的燃料带走机身表面的高温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SR7的一半重量都是由燃料提供的 这种燃料呢是一种称之为JP-7的特殊煤油 具有良好的散热性能 它在一个大气压下的费点为285摄氏度 算是美油的上限了 当SR7在一万米的高度下加满油时 JP-7的温度可能会低于零摄氏度 于是它就可以被当成是冷却机 用于冷却航空电子设备和驾驶舱了 当其流动到发动机时呢 吸收热量之后的温度已经达到差不多177摄氏度了 然后在这里呢还会被用作各种发动机零件里面的烟压油 主要是可变形状的几何喷嘴 当它最终到达燃油喷射器时 温度已经达到316摄氏度 正好为燃烧做好了准备 的确是一个工程奇迹对不对 那我们最后非要说它一个这么干的槽点啊 由于燃料会一路吸热来到发动机 有的时候呢它吸的热实在是太多了 来到发动机的时候呢 温度已经高于177摄氏度了 这就超过了发动机接收它的温度上限嘛 怎么办呢只好往里面加点新的低温燃料 总和一下呗 所以许多SR71的飞行员呢就曾经表示啊 他们有的时候在着陆之前急着在空中寻找加油机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燃料快要用完了 而是因为他们的燃料温度太高了 并不是因为 옛날更能安穩的 所以把发动筷录刻锁穿在路上